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心语 清洁厨区用雕牌 本节目由雕牌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电视剧《南来北网》6号 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开播 该剧《跨度40年》 由高满堂李周编剧 郑小龙刘章木导演 用充满温情的叙事 讲述了在《南来北网》的列车上 上演的一幕幕人情冷暖的故事 通过对坚守岗位的铁路警察 等主要角色的塑造 展现出他们顽强奋斗 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近日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文艺节目中心主办的 一览2024首届中国剧院精品剧目发布 在北京民族文化工举办 国家大剧院 江苏大剧院等15家剧院 带来了2024年精品剧目 并分享创作心得 体现了总台聚焦艺术发展 创新传播手段的创新实践 让这个剧院人成为这次活动的主体 对中国剧院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而且它会成为下一年度 中国演出市场的一个晴雨表 也会激活中国剧场人 剧院管理者 进一幕的深功创作 不断推出优秀作品的 这样的一种动力和火力 新春将至钢琴家朗朗新春音乐会 在今举行 青年钢琴家朗朗为观众带来 茉莉花 我爱你中国 钢琴协奏曲黄河 第二乐章黄河颂等 中国经典音乐作品 和帕凡舞曲美女与野兽 这大调协奏曲第二乐章等 国外名曲 截至目前 朗朗艺术基金会 共捐赠103间快乐的 琴剑音乐教室 1558台钢琴 为13万余名学生带去音乐教育 离龙年越来越近了 那么也给大家呈现一场 就是新春音会 把我这几年的这些曲目 包括一些新的作品 都放在一起 新的一年我希望能捐更多的学校 能捐更多的音乐教室 在这里祝所有的朋友们 龙年大吉 龙年腾飞 春节前一场题为 美在汇翠的全国美术馆 珍藏作品会展 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大幕 从创新融合的海派作品 到这派水墨人物 再到陕西民间剪纸佳作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 15家美术馆的 500余件艺术珍品 集中展示了各美术馆 代表性的收藏和地域特色的 美术作品 可谓一彩分成 各美其美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 一起走进展览现场 大家好 我是许斌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术馆 带大家探大展 在这举办了一场美在汇翠 全国美术馆珍藏作品会展 全国15家美术馆 将其珍藏的作品 都在此展出 让大家大饱眼福 走 我们去看看 此次展览共有500余件展品 在此展出 从2月1号到4月1号 您来这儿都可以看到此次大展 这幅画作是宋代画家陈荣所作的云龙图 它就陈列在美在汇翠的1号展厅中央 来到这儿 您可以看到一只巨龙腾空而起 身体曲曲盘旋 龙手高昂 若隐若现 气势辉煌 现在吴馆长正在我一旁 我们去问一下他 此次大展的整体情况 这次汇聚了全国社务家 中邑的中邻美术馆的作品 这些作品都是经典制作 大使名家 是集体的亮相 是中国美术馆界 向人民汇报的一次文化大产 在我生活的这一张作品 是吴馆中先生的春雪 这个阳春白雪 这个浴室座 我们来年 一定是更加的美丽 更加的温暖 在新时代的阳光之下 这个降山壮丽 人民豪漫 所以这一件作品 作为走进中国美术馆展厅的 第一幅画 他预示作一个美好的春天的画 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候 就像上面的颜色一样 有绿色的 有红色的 对的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居扬眉四地心 在逛展的过程中 发现有一个展馆 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那就是广东美术馆展厅 广东一年是四季御仪盎然 瓜果飘香 于是花卉瓜果 就成为了岭南画派的 创作源泉 你看 在我身旁 就有这样的一幅画作 上面画的是红彤彤的荔枝 还有一群憨态可居的家鸡 寓意着大吉大利 终于新的一年 大吉大利 这一幅是我们广东美术馆 带过来的代表性的 一个成熟人的作品 那成熟人也是我们 岭南画派的代表作家 那大家看它的题材就是 我们广东非常常见的木棉 这个木棉花 广州是英雄的城市 木棉也是英雄树 所以以木棉为题材创作 这个是我们 岭南画派的历代画家里边 非常常见的一个题材 独具风格 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 所以基本上 咱们看到这种木棉花 都很容易想到 我们岭南画派 广东的画家 中西融合最具代表性的 艺术家 赵武吉先生 在70年代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感悟到 中国水墨绘画的 独特的力量 他有明显的 关于虚空的表达 跟六成代 有个发光的中心的表达 不一样 并且画面也有那种 像择翼的天使 这个构图很少见 这个构图在我看到的 赵武吉的作品中 非常少见的构图 所以也就是他把自己的人生 把对艺术思考 浓入在画中 现在我就来到了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展厅 一来到这儿 你就会发现在我身旁 有一个布满剪纸的纸盒 您可能会好奇 这纸盒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库书兰的工具箱 他通过这个纸盒里的工具 就剪出了我身后这些 五彩缤纷的剪纸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 这次拿出了52件作品 咱们的民间 美术大肆 库书兰的剪纸作品 作为一个板块 占出不同于我们 其他的这种剪纸类型 它是多种彩色 剪纸反复叠加 表现一个画面的 而且内容比较丰富 我看这后面有一个叫 空空树的这个 对 它这个在生活中原型是什么呢 空空树这个是 它的一个代表性作品 是因为库书兰 它从生活中 挖掘出来的一种器材 它到地里边去干活的时候 发现地里边有一棵枯树 里边是空心的 然后有黄蜂在里边 它创作这张剪子的时候 它有那个随口边出的歌谣 边唱着边剪着 就是说空空树 树空空 空空树里一握风 风遮我 我遮风 就是我遮风就是 手挡住不让风来遮头 挡着 它是经过提炼 概括的一种非常美的 对称的一种形式 已经脱离生活中的空空树 形成一种艺术语言 库书兰它本身的作品 不光是空空树 所有的剪子作品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 一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的一种意境 这次展览 汇催各地美术馆的 馆藏精品 为广大观众 奉上了一场高品质 美术文化盛宴 有观众说 通过一个展览 打卡全国美术馆的 精品立作 这个展览看得太值了 这个春节假期 不妨走进中国美术馆 通过美术作品 欣赏中国的故事 春天的故事 美的故事 每天十分钟 生活天动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再见